晚安,宝贝,凯特阿姨说故事 哈喽,欢迎来到凯特阿姨的说故事时间 我们今天要来说三只小猪 从前从前有三只胖嘟嘟的粉红色小猪 有一天,小猪的妈妈对他们说 你们现在都长大了 应该去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不过你们要小心哦 房子要盖得很坚固 不然大野狼会把你们吃掉的哟 三只小猪于是就出门了 猪老大是三只小猪中最懒惰的 他躺在一片草地上停下脚步 他告诉两个弟弟 我又用一堆堆的稻草在这边盖房子就好了 猪老二没有老大那么大胆 他在树林里停了下来 他说 我又用这些树的树枝在这里盖我的房子 猪小弟继续地往前走 走到一片阳光灿烂的草原 工人们在这边丢弃了一大堆的砖块 瓦片还有沙浆 他很开心地说 这些东西够我盖房子的住了呢 他开始动手工作 一边吹着口哨 工作完成之后 房子立在那边十分地坚固 上头还有一根美丽的烟囱呢 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有一只鸡肠碌碌的大野狼穿过那片田 往第一只小猪的家走了过去 大野狼看到圆滚滚的猪肉 他流着口水越走越近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帮我开门 不然我就用力吹一口气 把这栋房子吹得无影无踪 小猪回答 你别想 你要吹就吹吧 大野狼鼓起胸膛 呼 呼 所有的稻草都飞走了 猪大哥连滚带爬的 他赶紧逃到树林里的弟弟家 门材 蹦的一声关上了 大野狼就出现在门口了 大野狼想到 有一顿大餐在等着他 心里非常的高兴 他凶狠地对两只小猪说 帮我开门 不然我用力一吹一口气 把这栋房子吹得无影无踪 两只小猪都好害怕 他们大声地叫喊 你别想 吹就吹啊 大野狼吸了一大口气 用力 用力 呼 所有的树枝都垮了下来 两只小猪都吓坏了 他们赶快逃啊逃啊逃到 猪小弟家 他们跑得气喘吁吁 终于来到了草原 他们叫着猪小弟 这时他正准备要煮一锅 香喷喷的热汤呢 快帮我们开门啊 快帮我们开门 大野狼 大野狼要把我们吃掉了 猪小弟赶快开门让他们进去 还安慰他们说 别怕 别怕 你们在这很安全的 这时一只长着爪子的黑色手掌 在门上 咳咳咳咳的抓呀抓 气冲冲的大野狼一边跺脚 一边说 帮我开门 不然我就用力吹一口气 把这栋房子吹得无影无踪啊 猪小弟两手交叉在胸口 很勇敢地说 你别想吹就吹啊 大野狼吸了好多气 呼 呼 呼 大野狼 大野狼 吹到他已经气喘吁吁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可是房子闻风不动 什么也没有发生 还是整栋好好的立在那里呢 这时大野狼发现了 屋子上有烟囱呢 他对自己灵活的手脚 非常的有信心 他爬上屋顶 钻进烟囱 却没有注意到 里头有烟冒出来 他从烟囱滑下去 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次我要把你们统统吃掉 咻 啊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着火了 我的屁股好烫啊 大野狼 大野狼直直地掉进锅子里 里面煮汤的水 正在咕噜咕噜咕噜地沸腾着呢 三只小猪 轻轻松松地将门打开 看着大野狼痛得 哇哇大叫地逃出去了 哈哈哈哈 他们哈哈大笑 直到大野狼永远不会再来了 哇小朋友 我们今天三只小猪的故事 就说到这边 我们今天要学的英文单字是 就是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的意思 那阿姨再来教你们台语 该怎么说呢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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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就是烦恼的意思 你们要烦恼这么多啦 你不用烦恼这么多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台语听一听的部分哦 喜欢凯特阿姨说故事的小朋友们也记得帮我分享哦 我们要在这边说晚安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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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